很抱歉PSA把我送出去的八千多张的卡片 退了四千多张回来 所以以下我会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整个的来龙去末 然后也跟大家讲一下我后续会处理的方式 还有跟大家还是要说声抱歉 然后可能我在后续当下 除了帮这些大家四千多张卡片处理完之后 我可能再也不接受陌生人卡片的帮忙鉴定了 等一下后面我会再跟大家一一说明清楚我未来的走向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的身心灵 还有我的整个家庭 还有我个人的精神状态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看完这个影片 能够多多谅解的当下 该负责的我还是会负责 但是剩下的部分就麻烦大家多多担待 询问的当下我真的没办法一一的回复 那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跟PSA的一些简单的经过 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有关于 我可能有一些三点诉求 让大家能够清楚说 我跟PSA之间的几个简单的事情 第一个是在这样子的 LaBron James的收费 今天PSA时要收我2000块美金 这是一张普卡 它没有闪 而且它也不是什么特别的部分 这个eBay的价钱最多不超过1000块美金 但是它把它value到49990块美金 这张绝对没有 这张500块美金 抱歉我们这边查了eBay价钱 你可能300400块就直接可以买得到了 呃第一个 呃PSA你的 你的鉴定的标准 还有你的严谨程度 是否能够告诉我 我这边有很多很多诸如此类的 这些讯息的来回 我在这边 帮忙是一个dealer 当然我不是个 没有一个dealership 但是我整天在帮忙PSA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流程真的太繁复了 你们所有的事情是非常的dealer 我知道你们可能很忙 但是这件事情我真的完完全全不能接受 好那第二件事情就会是 那我因为了这样子前面的第一件事情 会员账号就被锁掉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沟通 我甚至可以把信件秀出来说 你们的主管就直接说 the deal is the deal 那我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部分 但是我真的帮公司也赚了不少的钱 我也这样子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了球员卡的部分 不管是在前面或者是在商场上面的合作 我觉得我这边还是很委屈 因为知道送八千多张卡片 那是真的是day and night 然后每一天去promise 有高价的有低价的 这些东西真的是 心里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然后我的两百多个客户今天退回来了 我要怎么样跟他们交代 然后钱 时间 然后完全没有给我任何的原因 他就是真的很单纯的一个回应 就是说我们已经这样子做了决定 我觉得对于我们亚洲这个收藏卡圈来讲 是一个真的不太友善的部分 延伸到了第三个事情 因为我早在半年前在一年前的时候 我就希望我能够成为PSA在亚洲区的dealership 然后我在十二月的时候 对方你们的headquarter直接 approve我说 You are qualified 然后直接send hot copy to PSA I did it wait for one month two months until 我的这个账号快过期了 我才写信说 You still response me still processing 直到了三月直接告诉我说 Ever your account is not approveable anymore because of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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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COVID-19大家都很辛苦 那我也知道 我相信你们也知道我COVID-19 我在帮忙送这些东西 我也很辛苦 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 PSA或者是各位能够给我一些简单的回应 让我能够清楚说我也可以给他们一些交代 那这以上三点是我的一些简单的诉求 希望你们可以尽快能够回复我 我是薇薇 我在亚洲一直以来都是在长期帮忙做grading 甚至到帮各个这客人去看这些卡 让他们去make profit 让他们在这个生活得到更多更多的有趣跟品味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把我trace like criminal 我是一个contributor 希望你们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然后也告诉我们说 那在亚洲这个地方怎么样去做 那这个system 这样的value system 到底又要怎么去做 整天卡价up and down 我们怎么样继续下去 Hello 呃 这是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 把所有的卡片 全部四千多张分完了 这是只有台面上的 还有一大堆这种 然后 跟大家说声很抱歉 但是我觉得PSA这边真的有点过分 我会继续的帮大家争取 各位那事情又过了大概一个月 很抱歉拖到现在 然后继续让大家update这件事情 然后我这边也很谢谢大家都在帮忙我 尤其是地价这边 就在我们在covid-19这么严峻 然后台湾这么样有爆发的时候 大家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 再我们再把大家的卡整理出来 其实在PSA上面他回复我几件极大事情 但是他跟我说的就是valuation 价值上面还有在我送的卡片有十几张 十张左右有问题 真正去跟nate turner 也就是这个刚刚买下这个PSA的老板 他也许他也认为这件事情可能很大条吧 所以我在这边跟他也是在沟通 就是说今天就是这个价钱的部分 我是7月送过去的 因为这个pandemic 因为这个疫情到了2月才来算我的valuation 会不会太残忍了一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7月到2月 所以这一波的LucaDontage就涨了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一直在跟nate turner也在沟通两三封信 那nate turner他说他会revisit他的team 然后进一步再跟我们讲一些后续的部分 然后我也跟他讲了 有关于这个卡有问题这件事情 那回到的我是一个帮助大家 在让这个卡圈一直能够蓬勃的当下 PSA一直以来都没有正式 但是我会说我送了4000多张 如果里面只是十几张 不超过20张有问题 为什么要去惩罚我们那剩下的3980张左右的卡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 很跟大家很说声对不起 但是我还是一样极力的争取 跟他说 我也跟nate turner说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辨别什么是真的卡片 什么是假的卡片 但是我不是鉴定公司啊 如果我送过去的卡片 你退回来 然后全部的退回来 跟我说 抱歉你送的卡片 里面有真味的问题 那谁是鉴定公司 各位大概应该也知道 PSA的送的鉴定真的很繁琐 因为我们每天在填这些卡片 三四千张八千多张 我总共送了八千多张 填写那些卡的时间 尤其是在隔一个礼拜就要涨价 我们也是帮忙在那边赶工 我们持续有到十点十二点 都在帮大家去填写那些东西 因为PSA要求的非常非常严格 退回去的卡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上面都有在key list PSA就只差 没有把它鉴定完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个来龙去末 所以我这边还是继续 会跟Nayton 或者是PSA去争取这些事情 因为我认为这些事情 已经是一个公正吧 我认为它是否是在对于 我们亚洲人士有这样子的对待 而不是在那边 只是跟我们所说就是认识 所以当然我也希望能够 让这个卡圈能够共好 所以我也跟Nayton说 这个鉴定公司的部分 不能够像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是伤害卡圈非常非常多的 你们的team 也许你刚刚接手 你们不清楚说 你们原本的team 可能都是这样子在做事情 也许你们的team 没有经过疫情 也许你们team 因为没有这样子延迟 一年或半年的时间 去审视我们的这些卡片 然后最后用半年之后 或一年之后 涨价的卡片 来跟我们讲说 你的卡涨价了 你不合规定 你的卡片有几张有问题 所以我要把你所有的卡都退回去 这些东西 如果你们能犯错 那为什么我们就只能这样子去接受 如果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八千多张卡片可能有四千多张 我可能都拔过眼 每个人都想找到我看到我的时候 都希望我帮忙看一看 帮大家省钱 帮大家省时间 结果PSA这样子 损失多少我相信你们都可以知道 你们可以算得出来 后面后续的动作 我都一定会负责到底 在这声明 我可能不再去帮忙送 有关于这个不认识的人的卡片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如果牵涉到更多的陌生人 跟大家说很抱歉我真的不喜欢 这样子 我以前喜欢帮大家鉴定 就是因为希望帮大家赚钱 我开这个频道 除了我的孩子之外 我就是希望能够传递收藏的快乐 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清楚 这是我原本的初衷 所以在鉴定的部分 后面会有帮忙送 专门送鉴定的人 我会介绍给大家 然后有关于这个退款的 这个后续的部分 我会留下联络方式 让大家清楚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涵 也能够期待 我继续能够帮忙大家 我能够擅长做的事情 可能是多拍影片 更多的人知道卡圈的好玩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 值得开心的事情 那是鉴定 我可能我就不帮忙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微微再次在那边 跟大家say个sorry 真的很抱歉